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 非典、鼠疫、天花、流感、波乱、瘧疾 包括眼下的新冠肺炎 人类在与疫情的长期战斗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 其中,古人就给我们留下过这样一句俗语 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 生于立春、若于雨水、衰于金折 按此说法,似乎随着干燥少雨的寒冬的过去之后 疫情会在气候转暖转湿的大环境下逐渐衰弱 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呢 这种理论其实在历史上是得到过验证的 历史上瘟疫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异常气候 明末清初的鼠疫却发生在气候极端严寒的情况下 这似乎足以证明很多病毒是耐寒而不耐热的 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 科学家在集体地区青藏高原 以及西伯利亚洞原等地都发现过被当地极低的温度 封盖住的病毒 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对热更加敏感 除了乙醇75%乙醇 含氯消毒剂 过氧乙酸 滤房等止溶剂可以有效灭杀病毒之外 新冠病毒一般在56度的环境中持续30分钟即可死亡 因此从古人的经验和现代医学实验都可以得出结论 病毒是耐寒不耐热的 所以随着气候趋于温暖湿润很有可能对病毒起到抑制作用的 不过古人虽然有瘟疫弱于雨水衰于惊折的说法 但并没有说疫情彻底结束的时间 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 一年中的最高气温也不会达到50多摄氏度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人体感染病毒之前身处适当的高温环境的确利于抑制病毒的话 已感染的患者要用高温灭杀病毒的做法也并不可去 毕竟随着温度的升高 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病毒先扛不住还是人先扛不住 从当年非典的经验来看 非典疫情是在夏天到来之后才被宣布战胜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温度的升高的确会对抑制病毒起到积极作用 但我们不能单纯把希望寄托在天气转暖上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切实做好防控工作 与其坐等气温回暖使病毒消失 不如每个人都切实做好自我隔离和个人防护 别让自己变成病毒传播扩散的介质 相信我们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让一切重回正常的轨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